黄勇玉是中国著名的老画家 生肖猴票的设计者 而在画家身份之外 黄勇玉在写作上也颇有造诣 今天下午 我的文学行当 黄勇玉作品展在上海图书馆与公众见面 黄勇玉作品展分为三大部分 将黄勇玉的六百多件绘画和文字作品紧密结合 第一部分 太阳下的风景 结合了黄勇玉1946年至今的文学创作 比我老的老头这部分 展示黄勇玉和巴金 夏妍等文学大家的书信来往 以及他们为作家们画的插图和封面 而灌摘二重唱 则汇集了他文配画的勇玉六计 以及长拔小品文随笔等 当天作家渣男就是手稿和版本 不可能有别的 只有他这样一个人是丰富性 非常丰富的 就是又是美术又是文学 今天下午 黄勇玉来到上海图书馆和读者 进行了见面交流 展览将免费展出到10月31号 记者王启报道